它这个图层灌篮丝不叫 你常听到那个Super Luminova 配方肯定跟Super Luminova不一样哦 腕表流行力 天眼书接地气 我们是在灌篮丝的站台啊 这可以说是日内瓦标展里一缕新风啊 风是风利的风 灌篮丝这次的站台跟以往完全不同 充分的体现某种特定的风情 说白了吧 其实就是日本的那种东方风情啊 看看这背景 光影的效果呀 还有这白花树的积累啊 这些东西其实早就反映在灌篮丝的那个表盘上了 当然这些东西不光是在表盘上啊 后面的时间里我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 他们的这个制表哲学 应该可以说呢是对这个高级制表的 至少算是一种补充吧 这个陈列里啊 你也看出来了啊 灌篮丝它主打的是东方文化的思考 比如说啊光与影 色与空 光影还是可以互动的 另外呢 你仔细看它的表盘上 它把这个大自然 这家表到底怎么样体现了这三条原则 走 灌篮丝的EVOLUTION 9 COLLECTION 正装表啊就它这个里面可以用这个正装表来表达一下 咱从美学上先看一下啊 这个表壳的外形 你仔细看的话呢 最容易识别的地方呢 是它这个刻度和指针 如果你是一个灌篮式的粉丝 你会发现呢 这个刻度它变细变长了 而且指针也变细了 因为作为正装表嘛 优雅 刻制 是它的核心要素 这款表上就有了充分的体现 当然了 这个画木机里啊 还是依然展现在这个表牌上的 如果你仔细看它的表壳外观 你会发现呢 它那个表尔啊 切面变窄了 毕竟是正装表嘛 所以要优雅 估计你也想到了啊 既然刻度变窄了 拉长了 表尔也变细了 那那个表壳是不是也应该薄了呢 没错 这个表壳侧面你看的话呢 也已经变得很薄了 而且那条曲线呢 非常的平滑 无形中呢 也达到了降低重心的效果 不过这款表 降低重心效果不明显 待会儿我给你看一个降低重心效果 明显的表块啊 说完这个外观了 这就说了机芯了 这机芯呢是灌篮师的9S A4机芯 它是从9S A5进化来的啊 别以为9S A4就是把9S A5 拿掉了自动上显组件那么简单啊 近乎40%的机芯部件 都是重新设计和打造的 就为了提高上显手感 9S A4的精度和9S A5的精度是一样的啊 每日误差是正5到-3秒 这是灌篮师自己的标准 高振平机芯也就是每小时3分6 然后精度呢能达到10大10的10分之1秒 你仔细看机芯背面它的细节啊 因为这是透背的啊 你会发现发条河的机轮的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东西 它是一个机灵鸟造型 这个机灵鸟呢是灌篮师在工作室的这个周边的一种特有的鸟 从这已经开始体现的灌篮师跟大自然的这种关联啊 你们有这个肉癌自然有动物学丰富背景的小朋友啊 可以在弹幕里帮我们打一下 认识不认识这种鸟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 这个机构呢它实际上是发条的指动机轮 这个指动机轮呢它现在用了这个很美妙的从大自然来的一个鸟的造型 很有观赏性的啊 另外松爬腿盒它的动力呢达到80小时 大家都知道啊作为现代的自产机心70小时是入门级的 80小时可想而知 你知道有很多人他是喜欢手动上弦的 因为他们喜欢通过上弦赋予这个机心的生命 所以呢灌篮师在这个上弦这块呢 他的视觉触觉听觉都做了特意的调整 怎么有点像保时捷调那个排气声的感觉啊 反正视觉听觉触觉都调整了 当你上弦的时候你会听到 你会感觉到一种优雅 从技术性上来说呢 这种手动上弦它的上弦效率呢 比以往的气息要高一些 说白了吧 要达到同样的动力 你表冠拧中的圈数比以前少了 另外一点呢 如果我不说的话大家可能看不出来 你看那个光泽啊 大家都可能以为是刚的 其实呢 这是灌篮师特别擅长的高强度钛合金 为什么用高强度钛合金 首先啊从实用角度来说 它的硬度和这个耐刮性啊 还有防锈性呢都远远超过了钢了 而且它的色泽呢一点不异合于钢 一说到钛大家都想到灰暗啊 但是这个高强度钛是一种特殊的钛 除了具有这个钛的一切优点 它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特别适合做精密打磨 这是高强度钛的款式 下面给你开一款同样型号的贵金属款 OK这个就是啊 贵金属款的正装表 造型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高强度钛的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除了这个你能识别到的表壳这个变化以外呢 它的表盘上也有一个很细微的东西 就是在六点钟方向有一颗小金星 这个金星它表示除了表壳以外 它的刻度指针全是玫瑰金的 金星是同样的啊 高振平机星每小时三个六 精度达到了十大十的十分之一秒 灌蓝湿的高振平机星啊 它的初代应该是在六十年代末的时候 它已经做到了十分之一秒精度 所以呢 这颗表呢 也就是像灌蓝湿这个高精度传统的致敬 实在效果是这样的 戴起来嘛 还是很优雅的很贴手 因为这个外形进行了优化 重心进行了降低 刚才咱们说了半天优雅的正装表 现在咱说点运动 这个运动呢 跟你们看到的其他的运动表 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应该说它体现了一种东方的一种 对运动的哲学的理解 这就是果然师的这款G10 GMT 首先说这个机芯 这个机芯呢 它是Spring Drive机芯 今年啊 刚好是Spring Drive机芯20周年 所以呢 它用这款表呢 来纪念Spring Drive 这表盘 你仔细看特别有意思啊 这个表盘你乍一看是什么颜色的 但是我告诉你 在不同的光影之下 它体现的是不同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我更喜欢它转过来这个呈现的粉色的这种效果 它的色彩的灵感来源呢 是日本某山在黎明日出前后的这个光影变化 比如说从粉色变成橙色变成红色 这个表盘呢是怎么上色的呢 它不是用传统的上色方式啊 它是用了一种叫光学多层镀膜的技术 表盘的底纹是有激励的 也就是说它是变化的 它用的是物理沉降方法 形成了一种看似有层次的一种感觉 所以从不同的角度看 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这个颜色的效果呢 配合这个滑动的指针 刚好体现了时间在静静的流动的一种感觉啊 这是一种独特的时间哲学啊 这表格造型也很意思 直径大概是44.5 厚度你也可想而知啊 防水200米 但是呢我们刚才说了 灌篮狮在这个E9系列呢 它提出了三个主张 一个是美学优化 一个是可读性优化 再一个是舒适性优化 这里边呢 它的美学上就体现了一种 比如说多棱面打磨 它是一种类似于这个狮子的那种力量感 如果你仔细看它的表耳 它是由很锋利的切面组成的 而且同时结合了抛光和拉丝 从设计上呢 这么厚的表壳 它也是采用了降低重心的方法 又像车了啊 对降低重心 对它们来说是能够提高舒适性的 你觉得呢 这个表壳的材质还是灌篮丝擅长的高强度态 各种优于钢的特点 外加这个打磨的这个优越性 所以呢上手以后感觉非常的闪亮啊 真是有一种狮子的力量和美 这个链带呢也做了一个优化 不能说这个表呢 它是整体式设计 但是呢 它这个链带呢 主要提高了它的舒适性 比如说它的链接是H型造型 这种H型的链接呢 它是比较适合各种手腕人佩戴 都会感觉到比较舒适 功能方面就这样啦 Spring Drive Chronograph 也是非常有名的啊 另外呢 还增加了一个GMT功能 时针分针 还有刻度啊 它都有一种夜光效果 但是它那个涂层呢 灌篮丝不叫 你常听到那个Super Luminova 叫Lumi Bright 配方肯定跟Super Luminova不一样哦 因为采用了优化的设计 所以这个表呢 佩戴起来呢 一个是非常贴 再一个呢 舒适性还是非常可以的 摆头上还有灌篮丝 象征的高精度的狮子图案 精度达到了十分之一秒 其实呢 作为东方的品牌啊 它这个在全市东方文化方面 它有很多很多奖 我们这一下是说不清楚的 不过呢 我也找了一个高人 我们好好问问他 再有呢 作为一个这么大的表场啊 参加一次日马表展 怎么可能就这么三款表呢 至于说其他的新款 我们会想办法在后面的节目 跟你分享 但是在此之前 你有什么问题 你有什么质疑 赶紧告诉我 谢谢你 拜拜